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各位老师 尊敬的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 请掀开 圣学根之根 弟子规 第一册 第21页的倒数第4行看起 紧 我们从今天开始 就进入啊 弟子规紧单元的学习 紧 我们的言语跟行为 都要能够谨慎 所谓一言心邦 一言丧邦 我们在生活上 在言语行为当中 都能够谨慎 就能够避免许多错误的发生 甚至于啊 能够避免灾难的发生 言行的根本呢 是在一个人的念头 真正会 真正会修身的人 财老师 在这里特别的强调 要在什么地方 特别谨慎呢 就是在我们的 起心动念之处 要特别谨慎 而当一个人 他连念头 都能够谨慎 他的言语跟行为 也不会有太大的偏颇 所以颈这个部分呢 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方方面面 包括不能够浪费时间 不能够糟蹋食物 我们的衣食住行 也要节俭等等 都包括在这个颈的范围 当中 说文解字 说到这个颈 是盛也 玉篇呢 则说是敬也 一种恭敬 审慎的态度 上书说 不经细行 终累大德 我们在生活当中 点滴的行持 都要能够谨慎 一个人 广大深远的德行 也都是从 生活点点点滴滴 这些方面呢 开始积累而成的 无论是在我们的言谈 举止 还是穿衣 吃饭 等等 各个方面 一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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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头足 哪怕一个眼神 一句言语 一个动作 含阳阔了我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呢 都要符合理 都要恭敬谨慎 做到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这是在方方面面呢 都能够非常谨慎 《孝经》当中也说 修身盛行 恐辱鲜艳 我们能够 力行修身 谨言盛行 都是希望呢 给我们的父母祖宗 带来荣耀 增光 而不是呢 我们的言语行为啊 让父母祖宗蒙修 再紧 这个部分呢 能够真正去落实 是可以真正训练一个人 在三方面的能力 首先呢 就是他的自制力 自我约束的能力 第二个方面呢 是一个人独立生活的能力 第三个方面 做事情的能力 当我们 做任何事情 都能够谨慎 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啊 就能够啊 得到强化 像现在 这些小朋友们 自制的能力呢 不是特别足 自我的要求 约束的能力呢 也不是特别强 落实锦方面的得目啊 我们就能够从生活上面呢 来改正自己的不好的习惯 比如说 又比如说 对饮食 物减则 食事可 物过则 在饮食方面 我们也懂得 节制 这也是在训练 孩子 他的自制的能力 再来生活的能力 比如说呢 治官服 有定位 勿乱顿 治污秽 这里呢 虽然只是提到 他的衣服跟帽子 要放好 可是呢 实际上 这是隐身为啊 我们生活中 所有一切的物品 甚至于呢 在时间的管理上面 也应该呢 让他啊 都有一定的规律 所谓的动物归原 东西啊 要有放回原处的习惯 这是第二个方面 蔡老师提到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一个人做事的能力 比如说 事物忙 忙多错 物为难 物侵略 是非已 物侵略 苟侵略 进退措 像这些方面 都是我们为人的 做事的能力 能够落实紧呢 在不同的方面呢 就可以提升一个人 他的这些能力 在我们这一节的 德目当中 是有涉及到我们生活的 很多的方面 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 都是德行的根本 我们要从生活的这些小节 当中去落实呢 那么我们身后的德行 也是从这些点滴的细节 跟细形当中 去累积起来的 比如说像 穿衣 在井的这一条当中啊 就有特别谈到 中国国家主席呢 曾经在2014年 谈到啊 关于我们中华民族的 道德跟审美风范的时候 就曾经说过啊 其实我们中华民族 在长期的实践当中 是培育和形成的一种 独特的思想理念 跟道德规范 比如说 从仁爱啊 众民本 守诚信 讲辩证 上和和 求大同 这些思想 也有自强不息 敬业乐群 福正扬善 抚慰寄困 见义勇为 特别是 孝老 爱亲 这些传统美德 在我们学习 弟子规的过程当中啊 都能够 学习到 体会到啊 中华民族 从古至今的 代代相传的 文化传统 以及这些传统美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 确实有很多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啊 无论它是过去还是现在 都有着它永不褪色的价值 主席谈到 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说到这个美学精神啊 包括我们在这个弟子规的锦当中 会看到 我们人的生活要 怎样的有条理 我们的穿衣 要怎么样能够端庄得体 这些呢都含阔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传承中华文化基因 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这个呢我们在锦的一些条目当中啊 可以比较细致的来学习 主席有谈到 传承中华文化不是简单复古 也不是盲目排外 而是古为金用 扬为中用 辩证取舍 推陈初心 摒弃消极因素 继承积极思想 以古人之规矩 开自己之生面 来实现我们中华文化的 创造性的转化 和创新性的发展 关于 这个方面呢 其实是在我们中华民族啊 代代相传的 这些衣食住行的方面呢 都能够体现出来这种精神 比如主席康利 穿着中式的服装 在欧洲参加国宴 那我们看我们中国人 当穿着华服 汉服 出现在国际的场合 我们看这两张 一个是荷兰的皇室 一个是在比利时的皇室 都是 着中式的服装 去参加欧洲皇室的 国宴呢 其实我们从衣着的方面呢 就可以啊 看出了中国人特有的审美 气质和风范 像这些呢 我们在景这个条目当中 也有谈到我们穿衣方面呢 应该要注重哪一些 规范跟要求 就在后面呢 都能够学到 那么我们看一下 在《论语》的 演员篇当中啊 也有一句经文 这是樊池问人 夫子呢 就回答他说 居处供 直视镜 与人中 虽之以敌 不可弃也 那么在这里呢 夫子所谈到的 居处供 直视镜 这些方面呢 都和我们 景的章节的条目 经文内容有关 那么雪宫老人 讲解的时候谈到 樊池问人 这一次樊池所问的是人 夫子 红老夫子一生的教学啊 他是以人 作为核心 当然很多人 也都问过 同样的问题 而夫子的回答呢 他是因才 施教 因人 而异 都会有所不同 比如说我们前面学过 言冤在问人 夫子所回答的 是最为简单的 可是呢 夫子所答的 这四条当中 他所含的义礼 却是最为重要的 好像这个四物啊 非礼物事啊 非礼物动啊 等等 这是约之以礼 而这个礼呢 就是对长者 应该要如何去侍奉 对于年并 对于年幼的 孩童 我们应该如何来对待 这些都是在礼的范围当中 对非礼物事 比如说像 雪公老人 还有师父上人都提倡啊 不要去看电视啊 电影啊 等等 包括一些报纸啊 杂志啊 基本上啊 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 都不太接受啊 媒体的资讯 最多只是看一下 新闻的标题 这个呢 是防护我们的清静心 在这个时代啊 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 而孔老夫子说 居储宫 雪公老人谈到 我们真正学佛 首先呢 是要立住人格 而人字 这是我们人格的基本 必得要有己有他 居 当一个人 他在家不做事 这是安居 在家庭 在屋内 坐着 都是安居 居储宫 宫 表示啊 我们内心的宫敬 就是内心呢 绝对不能够 懈怠放矣 要能够恭敬 即使呢 在屋里面 没有其他人 在的时候 我们依然 能够做到 拾目所示 拾手所指啊 依然能够圣读 这个就是修身的功夫 有时候会发现 我们的习惯 比如说 比如说在人前 就是非常恭敬 谨慎的样子 可是在私区 独处 就比较容易放逸 懈怠 雪公在这里谈到呢 这个对于我们自己的 生活习惯的养成 确实是不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日久 心中无功无人 我们在 没有人的情况之下 如果非常放逸 懈怠的话 时间一久啊 我们内心当中的恭敬 跟仁爱之心 就会有所亏失 到社会上呢 自己的一举一动啊 也不会去想到别人 所以我们的德行 也是在私居独处 在圣读的功夫当中啊 去培养起来的 雪公谈到 如果我们学了不照办呢 即使学了一千年 也没有用处 就如同树没有根底一样 下一句是直视镜 直视镜呢 无论是公家 还是家庭等 大小的事情啊 一定要恭敬 敬呢 是表现在外面 但并不是没有内 内在首先要恭敬 所以说是先要有内 然后呢 才有其外 也就是 我们必须呢 要内心先存有 真诚恭敬的心 内外如一啊 它体现在外面 我们 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就会有分寸 最重要是懂得这个理 所谓的四物 非理 物事 非理 物动 等四个方面 这是重要的原则 与人忠 这是跟对方有关系 一个互相对待的事 但问的是什么事 并没有指出 这里指的是相处 与人相处啊 要忠 不能够欺骗别人 要能够忠实 不能骗人 虽之遗迪不可弃也 那么雪公在这里谈到 人 只可在中国假 若是画外之邦呢 只受艺术的教育 不谈德语 而我们中国并不是如此 在我们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德行的教育 以这个德欲来作为根本 而不是只有这些艺术或者技能 夫子就谈到说 前面这三条能够做到的话 虽之遗迪 虽然到了一个没有受到中国文化 教化的地方呢 我们还是坚守自己的得范 我们还是例行礼的规章要求 不管别人做不做 但是我们首先要能够做到 不可弃也 守住啊 我们这一套原则跟原理 那么在群书之遗360当中 也引用了孔子家语 孔老夫子 在这里所说的话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强调读书人要攻紧朴实 就是这一张德牧里面所说的紧 紧慎的紧 孔子家语当中说啊 攻调好之后啊 才能够进一步地要求他有进 而马呢 是巡浮之后才能够要求他成为两马 作为读书人 一定呢 要攻紧朴实 这个是一个前提的条件 攻紧朴实 得行是放在第一位的 是首要的条件 然后才要求他聪明能干 才智啊 聪明是摆在第二位的 现代人的价值观跟这个是相反的啊 往往觉得一个人非常聪明能干 一般人喜欢夸奖 赞叹这样的人 那么殊不知啊 古人的看法并不是如此 古人对于一个读书人的要求 首先要攻紧朴实 这个前提条件 然后才要求他聪明能干 为什么呢 这里也谈到 如果一个人不是攻紧忠厚 而是才智当头 才智当先啊 不先求德行 而先求才智 就像豺狼一样 不可以接近呢 也就是说 这种价值观 会造成许多的流弊 许多的问题产生 下面呢 就开始来学习 这个锦当中的条目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 早起早 要把握我们宝贵的光音 不带不带人 要早起 我们人的一生啊 生命是非常短暂的 在这短暂的生命的光音当中 如果不能够经过了 如果不能够精勤努力 空过了光音 虚度的光音 这个人生活的就没有意义 而勤则易智 待则损智 我们每天都可以早睡早起 都能够保持正常的作息 那么我们把它算起来啊 这一天当中 一年当中 就能够节省出许多的时间 许多宝贵的时光呢 来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孔子也曾经说 他是发愤妄食 乐以妄忧 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孔老夫子啊 他也是 在他的生命的历程当中啊 非常惊勤不懈的 从事于教学的工作 我们的古圣先贤 是非常重视光音的 许多的家庭 他的家规家训 在教育子弟的时候呢 也非常强调啊 要早起 一寸光音 一寸金啊 寸金难买 寸光音 一个人 特别的珍惜时间 那么在他生命的时光当中啊 就可以做出很多 对人类社会有意义 有贡献的事情 在历史上我们看到 司马光先生 他是用了19年的时间 完成了一部非常重要的典籍 资质通鉴 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就是为了防止自己 睡眠太多 他用木头做了一个圆形的枕头 当这个枕头是圆形的时候 只要啊 人在床上稍微动一下 可能整个头就滑下来 他醒过来稍微休息一下 就很快可以再继续工作 他可以惊情不懈的做事情 他的动力在哪里呢 他的动力啊 是在于为了国家 为了子孙造福的 这样的一个动力 他一生当中啊 不但是他为官 做官做的很好 而且他也为中华民族啊 留下了非常宝贵的 智慧经验的一部著作 叫做资质通鉴 通过读这个历史 我们真正就能够 做到健网而知来啊 在历朝历代 在古今中外啊 真正一个成功的人 他都是非常珍惜自己的时间 珍惜自己的光阴的 那么我们要如何来珍惜时间 首先呢 第一条就是要立定志向 要立定一个目标 那么王阳明先生曾经说 志不立无以成事 当一个人没有立定一个志向的话啊 他一生当中都是一事无成的 所以我们珍惜时间 首先呢 我们的人生要能够先立定志向 而我们短暂的生命 来到世间 蒙受许许多多的人的恩德 所以我们要能够对得起父母亲的养育之恩 对得起兄弟姐妹的照顾 以及呢 对得起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许多的长辈 对于我们的提息 以及呢 国家社会对我们的许多的照顾 当一个人能够感念这些恩德 他就会尽心尽力地孝顺父母 有爱兄弟 奉献社会 当一个人 他能够珍惜时间的时候 他一定是从对人的恭敬啊 开始做起的 尤其一个人 当他对于自己的父母 对于关怀他的人 都能够有恭敬心 他就绝对不会啊 随意地浪费自己的时间 因此呢 在这里 非常重要的是 一个人 懂得去完成自己 人生的一种本分跟使命 即使没有人去要求他 他也会啊 尽心尽力地往前走 这个是第一条 当我们在珍惜时间的话 首先呢 一定要立定志向 再来呢 第二条啊 我们要少讲一些 无关紧要的话 很多人的时间呢 都是在这种无意地聊天啊 或者是一些 不良的嗜好当中 去消耗掉了 所以在第二个方面 就是我们的言语啊 不要说太多 无关紧要的话 能够珍惜 分分秒秒的时间 第三呢 也要少打烦恼 当我们的人生 都是在许多烦恼啊 忧愁当中度过的 就无端地消耗掉了许多 可以珍惜 可以利用起来的时间 有很多人 喜欢烦恼过去 烦恼现在 烦恼未来 就像中国古时候的一句成语 所说的 启人忧天 这样的人啊 其实也不在少数 我们经常把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时光 都消耗在这些烦恼当中 我们觉得这样的人生啊 确实是非常没有意义的 所以应该努力 在这个短暂的生命时光当中 不断地去增长自己的智慧 下对正确的抉择 这样人生啊 就会少走弯路 因此呢 我们学习圣贤教育的时间呢 一定要珍惜跟把握 之前呢 我们在学习小儿语 虚小儿语的时候啊 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王维勇教授的故事啊 因为当时呢 我们正好是在阳历 就是国历的新年当中 我们在12月31号 就想年前的事情 一定要把它做完 不要拖到年后 所以那天晚上呢 我们也是做事情 做得很晚 做到半夜12点啊 有一些备课的工作呀 或者是年前需要收尾的工作 赶紧呢 在12月31号 12点之前 赶快把它完成 那个时候觉得自己 好像也挺辛苦的 人家都在过年 在看电视啊 在娱乐 可是我们呢 就是在那里 读书跟工作 结果想不到 到1月1号的时候 早晨一起来啊 就收到王维勇教授的一封来信 因为之前有跟王教授 邀一篇文稿 解稿日期是12月31号 所以他就赶在 12月31号的半夜12点之前 用手写的方法 把这篇文稿啊 把这篇文稿啊 写完了 写完了之后啊 他就马上传过来给我们 后来第二天 1月1号早晨 拜年的时候 就跟王教授说啊 说您昨天怎么这么晚呢 还在写文章 他说呢 他现在啊 还在给学生批改作业呢 真的是从年头忙到年尾啊 都一直在努力的 做着他尽职尽折的 做着一个老师应该做的工作 当然王教授觉得乐在其中 因为在现前这个时代啊 中国国家的政府呢 大力的提倡要恢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但是我们知道教育啊 这不是一日之功啊 十年数目百年数人 所以现在要恢复的时候 就发现啊 其实有很多学问啊 已经很难找到好的老师来讲解了 王教授呢 他讲解利翁对运课程 风靡了两岸三地 国内很多院校的老师 都来找王教授来讲解这个课程 那么虽然他老人家啊 现在也已经六十多岁了 依然呢非常勤勉认真的 在两岸啊 在各国啊 跑来跑去的 去传授啊 他所专长的这些汉学的课程 确实非常的精勤努力 甚至于呢 他在台南给学生奖励翁对运的时候啊 当时他刚做完这个白内障的手术 但是呢 他讲解这个课程 还是眉着眼睛一个字一个字的 用手写的方法来备课 虽然这些孩子都是很年轻的 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 但是老教授呢 备课一点都不马虎啊 从这些老人家的精神当中 就可以体会到 他们珍惜光阴 精勤努力 非常负责认真的 在汉学教育的领域啊 付出 可以说这些老人家都是我们的好榜样 就看到这些老人家的行持 我们年轻人呢 也不敢懈怠啊 下面呢 给大家分享周宣王的皇后姜氏的故事 周宣王的皇后姜氏 她是其侯的女儿 是一个非常贤德的女子 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 确实做到了孔老夫子所说的 四物非礼物言非礼物动 生活当中的礼呢 它是落实的特别严谨 那么有一次呢 周宣王啊 他早上起床的时候起晚了 于是江氏 他的皇后江氏 就脱下了头发当中的首饰 在永巷这个地方啊 带罪 我们知道永巷呢 是宫廷当中的长巷 就是宫旅当中有罪的人啊 就要在这个地方呢 带罪 等待皇上啊 来定罪啊 他就让他的父母 向皇上禀报 说呢 都是我没有得行 才让皇上呢 您今天啊 起床起晚了 失礼啊 我在这里呢 跟皇上请罪 周宣王啊 看了他的夫人江氏 所做的这个举动啊 他也非常惭愧 他说呢 这是我没有得行 作为一国之君呢 居然早晨起床 起晚了 这个不是皇后的罪过 是我的罪过呀 周宣王啊 这样有德行的一个皇后 在身边 时时刻刻呢 提醒他 劝勉他 皇帝身边有这样的 贤德的夫人呢 自然呢 他也不敢懈怠 到后来 周宣王他就非常的勤政 早朝雁退 修文武一夜 周朝啊 这个文武周公所 开创的这样的盛世啊 在最初开国的这些君王 他们的自己本身呢 都是非常重视德行的修养 文王 武王 周公 他们的孝顺 他们的勤政 还有他们种种的德行啊 才开创了周朝的基业 后来周宣王啊 也因为夫人的这种德行的感召 他对于祖先 所留下来的这个基业啊 他也是非常勤勉 认真的去旅行 作为一个天子 应该有的一个职责 后来呢 组成忠心之明啊 周朝到了周宣王的这个时代呢 也达到一个忠心的气象 周宣王 他能够 重新再建立起来忠心的景象啊 那么我们想想 作为一个普通人 更是要反省简点啊 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能够 像弟子归这里所谈到的 朝起早 夜眠池 真正的 非常精勤努力的 把我们的祖先 对于我们的期望跟要求啊 也都在我们的生命的历程当中去落实呢 如果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态度 同样的一个国家能兴盛 那么一个家庭更是不用说了 曾文正宫也曾经说 至家以不厌起为本 我们看很多的古时候的大家庭 他们至家的规约当中啊 家规当中啊 都非常强调一定要早起 不能够这个晚上不睡觉啊 白天又不起床 如果你看这个家庭的子弟都是这样啊 那么这个家呢 肯定是没有办法兴旺起来的 所以秦字啊 勤劳这个秦呢 首先就是 跪早起 早上一定要早起 第二呢 第二呢 是跪有恒 时之以恒啊 只要人能够坚定地立定自己的志向 都是能够做得到的 一年之计再于春 一日之计再于淫啊 那么我们一天当中 早晨是非常重要 非常宝贵的时光 就比如说我们读书啊 备课啊 或者是我们修行啊 都是趁着早晨起来 把一天要做的事情啊 都先规划好 早晨起来的时候 心也比较静 这个时候你如果是读书也好 或者是做任何事情也好 你起得早啊 就能够在身心最为清静 最为清醒的时候啊 开始做你一天当中 最需要做的事情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 北京大学读书 因为那时候很多的同学 他们呢都是想要出国 所以每天早上的五点多 北京啊有时候在 冬天的时候也是很冷啊 五点多的时候就有很多同学 就站在那个宿舍的门口 大声地读英文 因为他们在大学的期间 就要开始去准备出国的功课 一大早就起来 很大声地读 那么也有很多同学啊 因为特别努力 非常勤学 所以呢 他们出国的这些考试呢 都考得特别的好 那么那时候看着这些同学们 我心里也是在想 就像我们学习圣贤教育 如果也有同样的精神 勤奋的程度 来学习圣贤教育 我们这个书啊 也同样能够读得很好 你看人家是为了出国 早上那么冷的天 都那么早起来 一早起来 我们宿舍门口 几十个同学 都站在那里 大声地念英文呢 我们要是用这种精神 来学习我们中华 优秀的传统文化 老祖宗的智慧德行啊 也是很容易继承下来的 所以早起还有勤奋 是一个人非常重要的 一个德行 一家之计在于何 一生之计在于勤 在于勤劳 作为这个我们中国人来说啊 勤劳 简朴 都是中国人的传统的美德 就自古以来啊 代代相传都是这样的哈 不能够懒惰谢胆 劳则善心生 意则恶心生 我们在学习续小尔语的时候 也学过这一段课文 要甜先苦 要义先劳啊 人要追求幸福快乐的生活 首先要先吃苦 要去求安乐的生活呢 首先要耐劳 我们在国语 《静江论劳矣》当中啊 也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啊 扶民劳则思 思则善心生 人民非常勤劳的时候啊 他的善心就很容易生发 很容易启发出来 而义则淫 当一个人很放异 懈怠的时候啊 他的结果啊 则是淫 淫则妄善 妄善啊 恶心就生起来了 如是道的圣贤教会 都是教我们 要能够精勤勤劳 而不能够放异懈怠 在春秋时代啊 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当时呢 鲁国的大夫 功夫文博退朝的时候 他回到家里来 看望他的母亲 当时他的母亲正在织麻 文博啊 就对母亲说啊 像我公府这样的人家 还要母亲亲自来织麻 这样呢 恐怕啊 会让继孙氏感到恼怒 继孙氏是当时的全臣 会认为说 我公府不愿意孝敬自己的母亲 母亲听到他儿子所说的话 就叹了一口气啊 他说啊 鲁国啊 恐怕啊 要灭亡了 像你这样的孩子 在朝廷里面 烂鱼充树啊 难道没有听说过 做官应有的道理吗 于是他的母亲呢 就把这个道理 讲给自己的儿子听 他说过去的圣王 在安置老百姓 他总是选择啊 比较贫瘠的土地 要耕种的时候 一定是肥沃的土地 能够种得出庄稼 有收成 如果是贫瘠的土地啊 就非常不容易种出庄稼 种植的过程会很辛苦 而圣王安置百姓呢 他都是选择贫瘠的土地 让百姓啊 先定居下来 那么因为土地贫瘠 所以他要认真努力的 去劳动 去工作 这样才能够发挥 他的才能 因此呢 君主就能够长久地 统治天下 母亲就教导他说呀 他说老百姓一定要劳动 才会想到节俭 才会想到简约啊 简一养得 那么老百姓劳动呢 他真正节俭 善心就很容易生发出来 反之呢 如果他非常安逸的话 就会导致他过度享乐 过度享乐 他的这个善心啊 就会忘失 会忘却 忘失善心 自然而然 邪思邪念 就会生发出来 有许多百姓 生活在肥沃的土地当中 但是没有办法成才 就是因为啊 他太过安逸的缘故 而生活在贫瘠的土地上的 这些百姓呢 他们啊 都非常向往正义 这是因为他勤劳的缘故 那么文博的母亲 又接着教导他 在上位的 要能够劳心 在下位的 要能够劳力 这是先王的教训 无论是从上到下呀 没有人会放异懈怠 在上位者这个劳心 是非常辛苦的 一般人看不出来啊 一般的老百姓 可能每天吃得饱 睡得足啊 可是一个勤勉的领导 君王啊 他可能睡觉的时候 都还要考虑 国家的政事啊 政务啊 要怎么处理啊 他的这种劳心 其实是一般人 所体会不出的辛苦 无论是 在上位的劳心 还是在下位者 在劳力啊 从上到下 都没有人会放异懈怠 母亲呢 就教训他 他说 我是一个寡妇 而你在祭孙室这里 只是一个小官 即使你从早到晚 非常认真努力的 去做事情 都还恐怕呀 对不起自己的祖宗 失去祖先的事业 何况呢 像你这种 非常懈怠的态度 跟做法 又怎么能够避免 罪过 避免惩罚呢 母亲跟他说啊 他说 我希望的是 你从早到晚 都能够提醒我说 一定不要荒废 祖先所留下来的事业 但是你现在 竟然跟我说 为什么不自求安逸 看到自己儿子啊 觉得安逸的生活很好 而不希望勤勉地去工作 照这样子来承担国君 给你的官职啊 我还真害怕 到时候你的父亲 祖先呢 都没有人来祭祀他了 当时孔老夫子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啊 对这位母亲是很赞叹的 像纪氏这样的妇人啊 可以说呢 她是不贪图安逸的 竟将用前代的古圣先王 勤劳从政以及礼法 来教导自己的儿子 防止他呢 因为自己地位的提升啊 而放纵自己的生活 最后变得腐化 变得不能够连结 这是作为一个母亲呢 从生活的一点小事当中啊 来提醒自己的儿子 一定不能够放以懈怠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 讲过陶侃的故事 陶侃的母亲也是非常的贤德 才能教导出像陶侃这样的贤德之人呢 陶侃当年 他在做广州刺史 他在广州呢 平息了一些叛乱 平息之后呢 在广州这一带啊 因为社会都比较安定了 所以呢 他在广州刺史的任内啊 平常就没有什么工作 没有什么事情 居官又没有什么事情要去处理 一般人呢 可能就会比较懈怠啊 懒散啊 可是陶侃非常的很有警觉心 觉得这个在没有事情的时候啊 我也不能够懒散 不能够懈怠 历史上记载啊 朝运百辟于斋外 每天早上呢 他就开始去搬砖 把他搬到斋外去 到了晚上呢 又把砖搬到房间里面去 那么人家就问他 说你这样没事把这个砖搬来搬去的哈 到底是为什么 他就回答旁边的人说呀 因为他认广州刺史的时候 他刚刚平定了很多的叛乱 当叛乱平息的时候 如果他就继续揽散 懈怠啊 开始放纵 开始放逸的话 一旦又有紧急的情况发生呢 他就没有办法呢 有高度的注意力啊 去处理这些事情 他常常劝导人 民生在勤啊 一个人啊 他一生当中 勤劳是非常重要的 治理天下百姓 百姓啊 都能够勤劳勤勉 国家才能够真正的富强 作为古圣先王 大禹在治水的时候 三过家门而不入王 非常的精勤努力的 去带领天下百姓 处理洪水的灾难 像这样的圣人啊 乃昔寸音 一寸的光音 他都非常珍惜 而至于凡俗之人呢 他应该要珍惜分音 一分一秒的时间呢 都要珍惜 不能够让他空过 怎么能够沉勉于酒色财气啊 这些不良的习气当中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活着的时候啊 对于天下国家 对于百姓呢 没有带来什么好处 死了之后呢 人们啊也不会记得他 这个其实不是别人的过错 而是自己啊 自暴自弃所造成的 焦红先生也谈到啊 陶侃平定了判断之后啊 他依然呢 唯恐自己懈怠 在广州刺史的任内啊 周中他自己没事 还去把这个砖块啊 搬来搬去的 就是唯恐自己呢 因为天下无事啊 就懈怠了 他是有远至之人 有远大的志向的人 不以无事自安 不会说没有事情的时候啊 他就觉得可以好好享受一下 他不是这样的心态啊 所以人的志向 人的意志啊 能够尽体则明 当我们都战战兢兢 如灵深渊 如履薄冰 有这样的一种谨慎的态度呢 这是明 明就是明智的意思啊 好偷惰则昏 一个人如果他喜欢懒惰 喜欢懈怠呢 他就是非常昏昧的 人的经历常练习则强 如果是很安逸的话 就弱 所以周易当中说 天行见君子已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确实是自古以来 我们中国人非常好的 优良的传统 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当中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是自强不息 因此 陶侃搬砖 陶侃在 在衙门当中没事去搬砖的这种行为 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中国人 无论是身处盲闲的时候啊 都不忘记提醒自己要自强不息 要精勤努力啊 陶侃的这样的行为 在晋朝这个时代啊 是有他的一个时代意义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晋朝这个时代 很多的读书人崇尚清谈 他对于这个世间的这些事情啊 就是并不是很认真努力的要去做 而是喜欢呢 清谈 坐在那里谈论一些学问啊 谈论一些这个很高尚的事情 当时的人们的风俗啊 是认为很勤劳很努力的工作呢 是很粗俗的一种行为 但是陶侃在那个时代呢 他所表现出来的 是一种特别勤奋努力的形象 可以说在晋朝的这个时代啊 他是一个卓尔不群的贤德的君子 我们以上提到的这两则故事啊 也都是启发我们 一定要真正落实 弟子规当中所说的 朝起早夜眠迟 老义至习此时 而在明朝 有一位前赫滩先生 他有写过一首歌叫做明日歌 可能我们大家呢 也曾经听过 这首歌写得非常的好 他说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啊 你什么事情一定要等到明天 明天再明天 总是不能今天就把它完成 我们就很容易一拖再拖 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什么事情都想着 哎我今天懒得做了 我明天再来做吧 明天又想着后天 到最后啊 我们这些宝贵的时光 宝贵的光阴全都虚度了 而世人若被明日泪 春去秋来老将至啊 一个人他一生的这个生命的时光 是非常有限的呀 你搬着指头数一数 我们可以真正去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 这个时间是多么的有限 那么如果我们总是想着啊 明天再来做 后天再来做 大后天也不迟 可能春去秋来 这一年一年就这样子虚度光阴 就这么过去了 朝看水东流 暮看日昔坠 早上这个一江春水向东流 到了晚上呢 太阳还是照常落山 所以在一生当中 我们算一算 百年明日能几何啊 你一生纵使活了一百岁 有多少个明天可以让你去等待呢 请君听我明日歌 古人所写的这些诗歌 都是劝导我们 一定要珍惜自己的时间啊 不但是珍惜寸音 更要珍惜分音 圣人都是珍惜寸音 像我们这些凡俗之人啊 刚刚说到的 要珍惜分音 陶坎所说的 在我们现代呢 有一本畅销书啊 是谈的是无描法则 这个畅销书呢 是有一位女士 叫做梅尔罗宾斯 是个外国人 之前呢 她有一度啊 自己的事业啊 遇到了一些瓶颈 甚至呢 婚姻也出现了状况 几乎要破产了 当时呢 整个人生陷入低谷的时候啊 她的这种赖床的 坏习惯呢 就一天比一天严重 我们后面会学到啊 所谓人穷至短 马寿毛长啊 一个人呢 当她走入人生低谷的时候啊 所谓人穷至短呢 她的意志力振作不起来 她每天呢 都生活在懒散懈怠当中 那么早晨呢 也都起不来床 你看这个女主人出现的问题 家庭的生活呢 也搞得一团糟 那么有一天 可能也是 到了她的观念 要产生转变的机缘 这位女士 她在电视上啊 突然看到 航天的火箭 在发射之前的景象 她看到这个火箭呢 在发射前都是用倒数的方式 五四三二一 这个时候火箭呢 就开始要发射上天了 她看到这个场面 又想起自己那一段失败的人生 她心里想啊 我的人生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我应该呢 要像那个火箭一样啊 我们在生活当中 需要去认真努力的时刻呢 我都应该要 奋发向前 冲上云霄 之前她 因为生活很多的挫折 她就早晨都起不来床 赖床的习惯 就一天比一天严重 但是当她那天看到了这个火箭发射的场景的时候 她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的生活 到了第二天呢 当这个闹钟再次响起 她就用这个火箭发射时倒数的方法 她也给自己喊着 在内心里面喊着 五四三二一 然后呢 倒数五秒的时候 她立刻起床 这一天呢 再也没有睡懒觉 到了第二天呢 她又用了同样的方法 就早晨不想起床的时候 她就响起这个火箭发射 于是她又 为自己又倒数了五秒 五四三二一 然后马上她又起床了 于是呢 她就从这个温暖的被窝里面啊 再次踏进了冰冷的房间 就展开了自己的一个全新的生活 后来呢 她开始运用这个火箭发射的五秒的法则 运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改变生活的点点滴滴 她也只是先改正了自己早晨啊 不肯起床的这个毛病 就是弟子规当中 朝起早夜眠池 老义至西子时 她其实是从这一条开始去做起了 但是她发现说 当她开始学会早起了之后呢 她的生活啊 也得到了很明显的改善 她不断地去改善自己生活当中 因为行动力不足 而停止不前 或者是崩坏的各个方面 比如说婚姻的失败啊 一些拖沓的拖延工作的毛病啊 许许多多的不良的习气 她就用这个五秒法则啊 就是每次都想到 要像火箭喷发一样 去让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人生 生活当中啊 都实时处在一个 有警觉性的状态 所以她就改变了自己的生命 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最后呢 她还把自己的这个经验啊 写成一本畅销书 许多人看了之后啊 还也觉得挺励志的 那么这一句呢 是第一句课文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句课文 沉碧冠 当我们早晨起床之后 要先刷牙洗脸漱口 让精神清爽 那么让这一天呢 有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想想看 一日之际在于晨啊 如果一大早起来 就是蓬头垢面的 一脸没有精神的样子 可以想象这一天呢 我们的精神也是 很难振作起来 因为良好的开端 这是成功的一半呢 当我们一天有好的开始 会觉得自己的精神 是神清气爽的 这样的开端就非常好 这样的缘起就非常好 变尿回折尽手 大小便之后要洗手 能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才能确保健康 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啊 可能就不只是上洗手间的时候 要注意洗手了 有的时候我们到一些公共场所 因为现在像传染病啊 这些瘟疫啊 疫情啊都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到了公共场所 这个过程当中 也要非常注意 要勤于洗手 戴着口罩 在出门的过程当中 也要有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 才能够啊 确保身体的健康 这一句呢 谈到灌束静手 洁静其身 这样呢 我们身心呢 都能够保持一种干净 一个清静的状态 那么自然呢 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精神都会非常好 包括我们讲课也是如此啊 比如说讲课之前啊 我们不是坐在电脑面前 或者是坐在书本面前去看书 而是什么呢 讲课之前常常呢 要做的动作啊 比如说要洗个澡啊 或者是换个衣服啊 把全身上下里里外外啊 都打点的干干净净的 整个人神清气爽的 以非常好的状态 再来进入这个课堂 这个呢 比我们坐在电脑前 坐在书本前呢 还要来的重要 因为一个人 他首先他神清气爽 无论是做任何事情啊 他都有很好的 从外而内 从内而外 都是非常干净整洁 非常清静的 可以想象他这件事情 一定会做得很好 无论是我们要讲课之前 要会课之前 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 都是呢 要把自己的仪容 离好 全身呢 头发要洗好 要梳好 整个脸呢 要擦干净 要整个仪容非常整洁 衣服呢 穿着端端正正的 然后呢 再去接待客人啊 再去做我这一天 要做的事情 精神状态就完全不同 沉壁灌尖漱口 便尿回折净手啊 这个内容主要是谈到一个人 他的整洁的习惯 当然我们说整洁是强身之本 一个人他很爱干净的时候啊 自然这个身体就不会有一些病毒 或者细菌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血伤 因为当一个人对身体能够爱护 爱惜 就是一种孝道的落实 所谓身体法夫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食也 弟子规当中也说 身有伤疑亲忧啊 我们如果自己身体没有照顾好 一定呢会让亲人们为我们感到担忧 孔老夫子在论语当中说 父母为其己之忧 父母亲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疾病了 这个我们是深有体会啊 从小到大啊 父母从来不会挂念说 你的成绩怎么样 甚至我父母亲不是太担心的 但是他们常常都会念啊 要注意身体啊 要保重身体啊 等等的 甚至于有时候要考试之前 父母亲怕我们的身心太焦虑啊 或者是身体太疲惫 还常常呢要带我们出去走一走啊 出去呢放松一下心情 所以父母亲呢 在他们心目当中 儿女健康呢 这是摆在首要的 第一位的 疾就是疾病的意思啊 父母为其疾之忧 当然这个疾呢 也可以看成是不好的习惯 我们有身上有不好的毛病习气 父母亲也会很忧愁很忧虑的 我们爱整结 身体啊就不会受到伤害 能够注意保健 注意呢养生 再来呢生活很有规律 这样呢我们身体啊 也能够保持健康 再来我们做事情很谨慎 平常做事情的时候就小心谨慎 不会犯下什么过失 这样呢父母亲也会感到很安心 很放心 那么也就是说 在我们身体健康方面 在为人处事当中啊 都不要去犯下什么不良的过失 以至于让父母亲感到担忧 因此呢 我们能够爱惜身体 处处都做得很整齐 首先是尊重自己 更是尊重别人 所以人就是自重 而后人重之 我们自己很重视整洁 穿衣服也穿得很整洁 人家看了 自然就会对你恭敬三分 我们在国外啊 也看到 比如说像英国人 他也是一个非常重视礼的国度 之前呢 我们在英国汉学院期间 比如说去参加这个祭祖的活动 或者去参加汉学院 这里有教堂 不同宗教的活动啊 那么我们都是穿着 非常端庄整齐 进入礼堂 或者是进入这个教堂 那么首先呢 这个就是一种恭敬心的体现 所以我们在生活的实时处处呢 也都要看到自己的这个礼节 是不是有做到位 是不是有所缺失 沉闭灌尖漱口 也是把我们的口腔保健做得很好 口气啊 也能够很清洁 这样便于我们人与人之间 在交谈 交往的过程当中 给别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所以一个人 他口腔牙齿的保健啊 身体的保健啊 都很重要 便尿回折净手啊 刚刚提过 上完洗手间之后呢 要注意洗手 要注意我们手上的清洁 包括比如说我们吃饭啊 衣食住行很多方面呢 这个手部啊 都要常常保持干净 特别是吃东西的时候 如果我们手不干净呢 那么很容易把一些细菌呢 就吃到肚子里面 这对身体有损害 包括饭前呢 也是要注意洗手 所以我们真正能够注意整洁呢 就能够保证啊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这是健康的生活态度 生活习惯呢 才能够啊 对我们的健康生活 健康的身体 带来保障 那么下面我们接着看 关闭症 下面这一句课文 关闭症 扭闭结 话语履 聚紧切 这一句课文 是谈到呢 我们要注重 服装仪容的 整齐跟清洁 比如说 我们戴帽子的时候 我们戴端正 我们的衣服的扣子呢 也要把它扣紧扣好 所穿的袜子要平整 鞋带呢 也要系紧 从头到脚啊 穿衣的这个 威仪都非常好 一切呢 都是在穿着方面呢 体现出一种端庄和稳重 这个呢 这个呢是这句课文 所强调的一个重点 主要在穿衣的这个方面 那么这个也是强调 一个人的仪容 要端庄 古人很注重他的仪容 时时提醒 自己要三紧 诸子所说 男子有三紧 一个是头紧 腰紧 脚紧 帽子 比如说这个帽带啊 要把它系得很端正 帽子呢 要端端正正的 古人他是系这个帽带啊 帽带呢 要系好 当然这个头紧啊 也不是说一定要太紧 就是说要适当 但是不能松松垮垮的 若太紧呢 也会影响一个人的日常的生活 比如说有一次 我们在一次祭祖大典的时候 就发现呢 念纪文的时候呢 声音有点不太对劲 那么后来呢 我们就是跟读纪文的老师 交流的时候才发现啊 因为那场呢 他是在教科文组织 举办的纪组大典 当时他上场的时候啊 有点紧张 有点慌乱 所以那时候他的帽子啊 这个帽子就没有系好 系得有点太紧了 所以到了场上的时候 就影响他正常的 要念这个纪文的效果 紧呢 他是说不能太松 那当然也不能太紧 要走这个中道 那么第二是腰紧 腰带啊 要绑正绑紧 第三呢 是脚紧 这是鞋带要正要紧 当然都是刚刚好 是最好 儒家讲的中庸嘛 什么事情都是走在中道 走在中庸是最好 官臂正扭必解 袜语履聚紧切 这个是一个人 仪容端庄的一个体现 所谓的君子不重 则不威 我们作为君子 我们学习 圣贤君子呢 无时无刻呢 都要特别重视 自己的威仪 当然呢 这个着装啊 在不同的场合 它也是会有不同的要求 一个人 他的仪容端庄 确实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重视仪容 因为是一种恭敬心的体现 自重而后人重之 我们自己尊重自己 尊重别人 自然呢 别人也会尊重我们 衣着啊 确实对于一个人来说 是非常的重要 特别是公众人物 比如说 他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啊 那么可能他穿什么衣服呢 一般大众他会去效法学习 比如说是 从政的领导啊 或者是演艺人员啊 媒体的这些艺人啊 等等 这都是人民百姓啊 每天都在关注的这些人 所以他所穿的这个衣服呢 对于社会大众的 风俗的趋向 取向呢 就会造成一个影响 在衣服上面呢 一定要穿着 非常的谨慎 非常严谨 包括为人父母的人 父母所穿的衣着啊 对于儿女的影响 也是很大的 特别是母亲 你是生活在家庭里面 那么孩子 看着母亲的一举一动啊 对他的生活习惯啊 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 那么如果母亲呢 她穿着日常就非常注重 特别的端庄 特别有礼啊 那么孩子自然就会效法学习 那我们曾经见过一位长辈 因为他平常穿着方面呢 他就非常注重端庄 所以呢 一走出来的时候 大家看着他的仪表啊 自然呢 也就会升起恭敬的心 后来我们观察到 他的孩子啊 也长得很端庄 一举一动 看起来呢 也都很有礼 很温文尔雅 很有礼 一看呢 这就是母亲的这个身教呢 给孩子带来的影响 所以作为父母的 衣着也是很重要的 而一个人的衣服 他的着装会影响 一个人内在的状态 对于这个服装啊 其实在不同的场合 它是有不同的要求 比如说呢 有的场合 他必须是要穿正装 穿正式的服装 特别是一些国际的场合当中 要穿正装来参加一些活动 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仪之邦 在这方面是很重视的啊 同样我们到国外 看到这些外国人 对这个礼也是相当重视 比如说有一些场合 必须要穿正装 而且呢 包括在国外的一些活动当中 比如说这个活动呢 男士啊 穿着这个燕尾服 或者是穿着这个西装的时候 他不是打领带 有的场合是要打那个蝴蝶结 男士的那种蝴蝶结 你要参加这个活动之前 都要搞清楚 否则在衣着上面失礼了 人家会觉得中国人 就没有太注意这方面的礼节 人家又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 不同的场合要有不同的着装 又比如说去教堂啊 去一些文化中心啊 去音乐会啊 像外国人穿的着装 也都是特别得体 去参加一些文化艺术的活动 这个是比较高雅的艺术 比如说我们要去做运动 去爬山啊 去休闲 去外面旅行的时候 那么往往啊 又要再换成比较适合运动的衣服 这时候就不能一直穿着正装 走来走去的 人家也觉得很奇怪啊 不同的场合要穿不同的衣服 这是礼的一种体现 那我们再结合一下历史的一些故事啊 一些公案呢 也来谈谈这个衣着 在孔老夫子的时代啊 我们听过子鹿结音的故事啊 子鹿在担任魏国大夫的家宰的时候啊 这个魏国的大夫叛乱 而子鹿不从受到人的攻击啊 他的帽带啊被碰断了 子鹿是孔老夫子的学生啊 他跟夫子学习这些礼 学习这些圣贤的道理 他觉得作为一个君子啊 哪怕是临死之前 都不能够做出为礼的事情 所以他觉得那时候帽带断了 是不应该的 到死啊都应该始终戴着帽子 于是呢 他是把自己的帽带啊 端端正正的绑好之后呢 才断气的 这个是子鹿结音的故事啊 在历史上呢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楚泥处怀 这个故事呢 所谈到的 是赵顿的 赵轩子的故事啊 晋陵宫啊 他的名字叫姨 晋陵宫他是晋香宫的儿子 也是晋文宫从儿的孙子 有一个说法 晋文宫是春秋五霸之一 而赵顿呢 他是晋文宫的宫臣 赵崔的儿子 他曾经担任晋香宫 晋陵宫的郑大府 是一个府政大臣呢 可是到了晋陵宫的这个时代啊 因为晋陵宫他非常的暴虐 无道 而且他生活很奢侈 在他治理的期间呢 政府啊 要向一般的老百姓 收刮很重的税收 而收刮这些钱财 用来做什么呢 都是用来享受的 当时呢 林宫啊 他想要新建一个很大的花园 在这个园内呢 要建很高的高台 在台上又要建高楼啊 在整个建的这个乌宇啊 洞梁 周边的墙壁呢 都是很精美的雕刻 盖得很豪华 晋陵宫呢 就经常在楼台当中啊 在那里饮酒作乐 有的时候呢 还会找一些演员来演戏 那么在园外有很多百姓 在围观的时候啊 林宫呢 就在台上拉起弓箭 对准人群在发射 老百姓呢 遭受他这种特别残忍的对待啊 有的时候啊 因为这个弓箭打在头上啊 打在脸上啊 伤亡啊 就非常多 而林宫呢 站在这个高台上啊 他就觉得很有趣 赵顿啊 看到这个君王 这么昏庸无道啊 他非常正直啊 所以很多次就出来呢 劝谏 希望林宫啊 能够啊 收敛 能够改正 他的过失 但是晋陵宫并没有听从 而且呢 内心里面对于赵顿啊 却产生了怨恨 他在暗中啊 就派人 派了一个立士叫楚尼 要去刺杀赵顿 楚尼啊 接受了君王的命令之后啊 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他就来到赵顿的府上 他看到啊 赵家的府上呢 正门已经打开了 他就来到赵顿的这个房间来看 就发现呢 赵顿啊 在那个厅堂当中啊 他身上穿的那个朝服 非常的端庄 恭敬 垂身正护啊 一切他都准备的 非常的妥当 衣服也穿好了 要拿的这些东西也拿好了 就坐在厅堂当中 就准备要上朝 但是因为当时天色还很早 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等 等待着天亮 这时候厨尼他看到这个景象 他非常感动啊 他感觉到说一个国家的相国 他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 在厅堂里的时候啊 他这么恭敬 穿得这么端装 都不忘对于君王 对于国家的恭敬 看到这样的大臣呢 刺客当时就被他感动了 说这是国家的忠臣啊 我要是杀忠臣就是不忠 我要是违背了君王的命令 就是不信 不忠不信这个罪过是相等的 厨尼他就不忍心去杀害赵顿 于是呢 他就用他的头啊 很猛烈地 撞在门前的一棵槐树当中啊 就撞死了 在几年前 有一次赵顿呢 他曾经在守阳山下打猎 他曾经看过一个非常饥饿的恶人啊 一个穷人 他已经没有饭吃很长时间了 当时呢 他饿的啊 就倒在了桑树下 赵顿就问他 这个姓什么啊 名什么呀 为什么会倒卧在桑树下面 这个人就跟他说 他说我是晋国人 我的名字呢 叫士咪明 那我在外面游学 三年回到国家 身上的这些钱盘缠呢 全都用完了 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走不登陆了 赵顿看到这个饥饿的人啊 他感到非常的同情 所以就赐给他食物 可是呢 当时士咪明 拿到这个食物的时候啊 他先留下一半 然后呢 他自己吃另外一半 那么赵顿就问他 为什么要留下一半呢 就士咪明就跟他说啊 我家中的老母亲啊 因为我已经很多年 没有回到家中 不知道我母亲 是不是还活着 那么我的家呢 离这里不远 我呢 现在得到大人 您赐给我这么好吃的食物啊 我想要带回去 孝敬我的老母亲 赵顿看到这个人 他已经饿了三天了 吃了一顿饭 都不忘记自己的母亲 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孝子 非常有孝心 于是呢 他就让他啊 尽力的享用 饭呢 都把他吃完 吃饱 那么另外呢 又给他赐了一份饭 让他把那份饭 再带回去奉养他的母亲 这个士咪明 他非常的感激啊 于是呢 就败谢了赵顿 离开了 那不久呢 士咪明他就 进入到了宫廷当中 当了一位宰夫 但是赵顿他一直都不知道 当时呢 这个林宫啊 他派了刺客 派楚尼去暗杀赵顿 没有成功 于是呢 他又另外想了一个计谋 他就设宴啊 招待赵顿到宫廷参加宴会 在宴会的过程当中啊 他就埋伏了假兵啊 要攻打赵顿 结果呢 士咪明 之前被赵顿所救的 这个饥饿的穷人啊 他当时在宫廷当中啊 因为他进到宫廷当中 当宰夫 他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啊 他就怕赵顿喝酒喝多了 于是九到三巡的时候 他就大声地跟他说啊 臣子啊 陪着国君喝酒 在礼上不能够超过三巡 于是他就扶着赵顿下堂啊 那么因为这时候 林宫他派的伏兵还没有到来 林宫就先把他身边的一个蒙犬放出来 要让他呢 来扑杀赵顿 结果士咪明 就是之前赵顿啊 曾经救过的饥饿的穷人啊 士咪明呢 就奋不顾身的去跟这个蒙犬搏斗 后来这个蒙犬啊 就被杀死了 那么林宫他非常的生气啊 就派人来追杀 结果士咪明呢 就保护着赵顿呢 逃出了险境 赵顿就问他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为什么要这样救我 那个人就跟他说啊 我就是守阳山上呢 桑下的那个饥饿的穷人 因为相国呢 非常有人爱之心啊 你赐给我这一顿饭啊 对我有救命之恩 所以我念念呢 都想要来报答您的恩德 后来赵顿在询问他的姓名 住处 他呢 就很快地离开了 就不再告诉他 赵顿后来就离开了朝廷去隐居 那我们可以想象 作为一个君王 本来身边还有一个大臣 可以劝勉他 可以改正他的错误 但是呢 赵顿离开之后啊 他就更加地放纵 非常的荒诞 后来呢 他就被赵吹的树子的后代 赵川给刺杀而死 通过这个故事 我们就看到啊 最重要的一点啊 当禁宁公派了刺客楚尼亚 要来刺杀他的时候 当时他为什么会被赵顿感动呢 他就是看到天还没亮的时候 赵顿他就身穿着朝服 非常端庄 非常恭敬地 坐在他的厅堂当中 等待着要上朝 所以当时他被他感动 就是看到他对于君王 对于国家的恭敬之心 这个是体现在他的仪容 他端庄的仪容 衣着 还有他的一种恭敬的态度当中 这个故事啊 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 在一个昏庸的国君的身边 还能够有这么多的 忠义的感人的 孝亲的故事 可以说啊 历史啊 真的是一幅啊 别开生面的 非常生动的一幅画卷啊 我们通过学习这个历史啊 首先呢 是效法这些古圣先贤的德行 再来呢 所谓健网而知来啊 确实历史的经验跟教训呢 也是我们后世子孙的一面明镜 通过学习这个呢 我们懂得很多的人生的道理 关于关闭症扭闭结 外语旅居据锦锦切呢 再补充一个小故事 南齐的刘金自子敬 他是刘桓的弟弟 那么他这个人呢 是非常的正直的 非常的刚方正直 而在南朝宋明帝的年间呢 他是担任明帝的婉郎职位 也算是在这个朝廷当中 任的职务了 那么有一天呢 他的哥哥啊 曾经在晚上 在隔壁呢 呼唤他的弟弟 他的哥哥呢 是刘桓 弟弟呢 是刘晋 结果哥哥在呼唤他的时候 他弟弟刘晋呢 就很长时间都没有回答 他下床啊 把衣服穿好了 上上下下都已经穿着整齐了 然后啊 才回应他的哥哥 他哥哥呢 就觉得很奇怪啊 说为什么我叫你叫了这么久 你都没有回应我 都没有回答我 结果弟弟啊 就回复哥哥说啊 刚刚您叫我的时候啊 我的衣服啊 还没有穿好 衣袋啊 也都还没绑好 所以啊 不敢回复你 这是晚上啊 哥哥隔着墙壁 在呼唤弟弟 照理说又是晚上 又是在隔壁屋 哥哥根本看不到 他的衣服啊 有没有穿好 服装有没有整齐啊 但是作为弟弟呢 他非常的恭敬 恭敬心呢 体现在家里 也体现在他围观的任上 都不失这种恭敬之心 正是他这种恭敬 谨慎的态度 才能够成为一代名臣呢 在这故事当中 我们看到 蔡振生先生也说 兄弟之间 他不是很疏远的人 那卧室嘛 你看晚上在房间 这也不是说什么大厅啊 客厅里面 正式的场合当中啊 夜晚已经要睡觉了 也不是说应对进退啊 都要特别重视礼的时候嘛 可是刘静呢 他并不因为这些原因 而失去自己的恭敬心 当哥哥呼唤他的时候 他还是全身穿戴整齐 才回应哥哥的呼唤 他觉得如果没有穿戴好啊 礼貌还是有所欠缺 所以呢 他一定啊 把衣带啊都绑好了 才来恭敬的回应哥哥 光是在应对的方面 他都不敢懈怠啊 都非常恭敬谨慎 那可以想象 他对他的兄长的恭敬 一定在生活当中 方方面面呢 都做到特别的圆满 所以孝经当中说 侍兄弟故顺可遗于长 居家里故智可遗于官 在家里 他对自己的兄弟姐妹 都能够非常有爱 当然我们可以想象 他对于长辈 对于所有年长 自己的这些人呢 一定啊 也有恭敬孝敬的心 还有行为 居家里故智可遗于官 一个人 在一个家庭当中 他能够用五轮五常 四维八德 把这个家啊 治理得很好 自自然然呢 他到朝廷里面去做官呢 他也同样啊 能够啊 把天下的百姓 治理得很好 他能够成为一代的名臣 作为一个很有名的大臣啊 其实是和他居家的时候 修身的功夫是分不开的 古人啊 都非常重视自己生活当中 这些小节 绝对啊 不失礼 无论是对于自己的亲人 还是呢 在社会上面对 形形色色的人 他在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当中 都不失恭敬 都不失礼 所以在他们身上 真正也体现出了 中华传统美德当中啊 礼的精神 好 那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